这不是一咒组合吗 OK 那这把3S对局 屠夫压力爆大 我们选点直接选在中场 让一咒出去扛压 我们作为揪手 可以弥补一咒组合 配合的不足 然后律师选在大房 这里开局选择在中场休机 屠夫的话 这局我记得是90多胜率 胜率非常高 开局也是很快的拿到了咒识第一刀 在拿到咒识第一刀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 主要有了飞轮CD 一旦飞轮的CD变成了50秒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监管者的移行就好了 在移行节奏的时候 我们再去帮帮OB 注意保人 顺便交一下大家 如何在使图安有移行的情况下 去把人保活 这里看到队友在木屋吃猫 那这里我们就直接切进身位 举起板球 这里身位脱节 我们要赶紧往咒识师 能够跟我们会合的地方去靠近 这里的话帮队友打一下 这个球的作用主要是打一个制空时间 然后让咒识师再用小孤 去帮咒识师省个孤 但是咒识师这里和我是同时用了 等到监管者丢猫的时候 直接贴脸 打晕一个板球 那这个满晕的话 有2.5秒的眩晕 是可以成功的 让咒识师舍掉这只猫的 这里好巧不巧 监管者使用了扎猫跳 然后正好被板子剥死 这里要注意细节 在常规节奏下 我们在这个点是不选择跟人的 但是我们这把有谁 有医生 打状态速度非常快 所以这里我们是可以选择去硬压破人的 然后监管者这里想A我们一刀 我们利用飞轮顶掉继续给压力 然后卡了一下模型 稍微有一点小失误 但是无伤大雅 继续继续去跟人 在监管者没有猫CD的这个时候 我们都是随便跟的 所以这里就是等到监管者丢猫 我们就直接往后走 因为他这个时候如果再来 敢去追击我们的话 咒识师就自己了 一旦咒识师自己 依咒体系合体 那我这个揪手就 就是有两个人在保了 如果他挂咒识师的话 就相当于只有我一个揪手在保 医生只能帮忙扛扛刀 然后这里就是打个状态 状态打满 律师救人 同时让机友手和医生 同时去帮忙 然后打架 看看能不能打到东西 这里律师虽然被打倒 但是周术自活的 利用板球打退监管者 给队友一个能够起溜的 一个身具 这里也是丢猫 因为我前面那个板球 导致死团的这个猫 不得不用来赶路 这其实也是一个小细节 虽然监管者把猫跳交了 但是他有二接 然后等了手精神 还是杀掉了咒识 这里找准机会 开个暴体 看能不能偷下来一下 这里利用板球打退了之后 然后成功把人偷下来了 本来想扛刀 如果能扛到 咒识这波能活一波大的 但是没扛到 比较可惜 然后一波猫 炸了两个 这个炸猫就让监管者 有了一个可以牵起来 咒识的一个机会 那在这个残局里边 三台密码机 一挂死的咒术 如果这把可以翻盘 希望大家可以给这个视频 点赞支持一下 这里丢猫 想去压医生 但是看到我一直在靠近身位 而且他打医生 其实作用并不是很大 所以这里选择的 架猫的同时 来想办法打掉我的状态 但是超绝击球手 并不会给你打到的机会 简单 小身位扭刀 这里使图安的猫 快要掉了的时候 医生靠近椅子 把人救下来 然后监管者没有猫 在真攻击的情况下 医生和咒识 就是合体状态 我们在外自卫边缘 能帮忙打点距离 就帮忙打点距离 这里的话被反绕到了 但是问题不大 利用板球没有打到 但是这里医生 是有一定容错的 也是利用了自己的一个 能够吃猫的一个性质 吃了猫之后 往监管者两层 让咒识师 得以安全的活过去过 这里医生继续自奶 利用这双板 去卡监管者的一个位置 我们则去外围 去接一手咒识师 能接到的话 我们这里一定要接 避免咒识师倒地 然后这里医生继续自奶 打刀 然后我们这里 利用了一个小技巧 背身球 在监管者擦刀的时候 我们利用背身球 可以打退监管者 更远的一个距离 这可能是个小技巧 大家可以在自定里面 去练一练 然后这里的话 继续去扛刀 继续扛刀 反复的利用这个点去扛 医生可以站那边的缺口 我可以站这边的板子 两个人都是一样 是可以卡板子的 然后这里医生吃刀之后 因为我们实际上有猫 不要让医生被沉没 也不要让咒识师吃到猫 所以这里我选择去拉远 拉远之后 继续站在板子这里 选择去帮忙卡板 打了医生一刀 我们继续在这个板子里面帮忙卡 我们机油手 此时此刻的作用 就是在依照体系 它产生空缺的时候 比如说倒地 比如说他们没有办法 去卡位的时候 我们来进行一个卡位 这里被提前晕住了 没有帮忙卡住位 但是监管者这个时候 把精神交给了咒误 交了精神 这个点位 如果监管者继续处理我们的话 他就会被医生摸起来 如果去处理医生的话 我们这里就可以用板子打退 这里也是利用了一个右手球 过窗的一个小技巧 最后这波打下来之后 密码再用33 这个33的话 对于一个人来说的话 密码机也就是个 二三十秒的时间 这里再次进行一个OP 猫挖回 想防炸猫 这里处理不了我 所以说我们不用太多担心 小模型扭下刀 再扭下刀 OK 吃了一刀 但是问题不大 医生这里已经把人来得七七八八了 我们接着嘴巴球往这边拉 给他打一刀 因为我没有打印象 医生和咒术没有打印象 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用命去保他们 五黑倒地 但他们不能 医生把人来满之后 继续利用这个板子来卡位 帮忙扛了一刀 然后一马鸡 这个时候直接大心脏 亮起来 亮完大心脏之后 因为监管者刚刚教过精神 所以他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通过底牌 切技能 而打到一个 守住两个门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都往小门走 这步 也是成功的完成一波三出 大家觉得这个视频给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给这个视频一个点赞 支持一下 感谢 再见